好,接著到下一套,一套我覺得,突然我覺得這個主角很有說服力的作品 主角不是長毛嗎? 不是 當然不是 但是他也是台棺材 台棺材是那條女兒來的,不是兒子 長毛也是長頭髮的 那條女兒不是兒子 都是粗美的 那我們接著要講那一套,就是這個官機 傑義卡 是的 故事其實呢,一開始,我真的有點勾頭 那次看星黑龍騎士這套呢 咦死了,是不是又要打一套聖獸 聖獸? 他們什麼獨角獸? 他真的要修復他的棋 他好像有什麼氣獸 很奇怪的 氣獸 走下去,然後走到一個羅來的棺材 那樹林見到一隻獨角獸中他們 我一提星黑龍騎士,什麼事 他那裡其實呢 我對這個橋段沒有太大的感覺 或者是什麼的反向 但是呢,我最大的問題就是 主角呢,一看到氣獸就說 沒有啦,現在死定了 死定了 現在就死定了 大明明其實 大明明是打的 他有力打的 你見是拼命打和三少少少少 然後最後只要大著靠一隻 但是起碼你還是稍若略平手 不需要這麼自表到這個地方 你要明白這件事 除非你說那隻獨角獸真是把炮到超級把炮 我不知道那隻獨角獸 因為其實現在還未定 究竟氣獸的等級是怎樣計算的呢 最厲害就是那條什麼 那條龍 海莊龍 海莊龍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image 究竟是隻獨角獸多厲害 其實是 這個是一個重點 但是 如果主角覺得自己不厲害的話 很明顯這條路也是 不是很多想送死的人 那為什麼他會接受加伊卡的委託呢 還有他都不知道他什麼了 你又肯拼命 不是啊 接受委託 委託說明清楚 我已經進去那個地方偷日搜尋 其實無論官機說什麼都好 總之有錢他就去做 固然這個是其中一個誘因 但是你給我的感覺就是 主角好像很知道自己的實力去到哪裡 一個樂天之命的人 雖然貪錢 他不是貪錢 純粹是一個生活需要 他不做事給阿妹說的 沒有用的 廢人來的 他做了都是給阿妹說的 他做不做都是會被人說的 既然做有36 不做有36 不行的 你要知道給阿妹說是一種愛的表現 他被大嬸說的就是被人抓 不是他很享受這件事的 知道嗎 故事就是 剛才所說就是 遇到一隻氣獸的時候 跟阿嘉伊卡相遇 然後他們合力就打贏了一隻馬的氣獸 有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他明明阿嘉伊卡說自己是魔法師 但是他做的事不是魔法師做的事 有沒有看Face Channel 自己是魔法師 拿槍而已 沒有東西的 魔法師 你不要理他 什麼不要理他很重要的設定 大佬 拿槍就不會是魔法師的 對 摺耳也是懷孔使得拿槍的 知道嗎 但是他非常虧魔法師 對 非常虧 跟我印象中的魔法師一定贊很遠 其實他是那個發動的裝置是槍 比較特別 人家是魔法師習慣拿槍 其實他的魔法不關槍的 他的槍是 他的槍是 是魔法的東西 所以你不應該拿這個來比 然後回到鎮裏面 另一位主要角色 就是主角阿妹 Acarina 雖然他好像一個殺者 但是他不懂隱形 最後接受了阿嘉伊卡的偉托 去白英雄的其中一位 其實純粹我覺得他跟著阿哥 什麼委託其實都沒有關係 你明白嗎 阿妹很關心阿哥 不看著他 阿哥有事的 不行的 又有另一名兄兄 他進入這個白英雄的官邸裡面 白英雄之一的領主 日間 這一班人過來找白英雄 問他拿東西 但是他不給了 所以晚上到他們偷東西 就以為是官政府會派過來 這裏要提一提 即是主角 那個不知什麼機關 即是政府機關 主角其實是一個暴亂師的職業 簡單一點 用砂巴塔 用兵 我理解用兵 簡單來說 他就可以 用他的特殊能力 他就可以提升他的 血血解放 美國隊長 就可以硬化 簡單一點來說 他就可以提升他的身體能力 沒有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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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硬化就不知道 你當開鬼人也沒有 你鐵血硬化而已 鐵血硬化而已 其實我覺得普通育體 應該會承受不到獨國手一擾 應該是沒有硬化 我認為是硬化 他身體能力提升 總之你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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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家人Buddy裡面的八倍神力 好嗎 他妹妹也是同樣的能力 他妹妹也是同樣的 不過不用 他妹妹也有用過之後 也有用過 兩個都認識的 兩個都是用同樣的技能 武器不同的意思 不是 同一個民族 但他不會是親妹 好像 好像沒有說 應該沒有說 動畫還沒說 動畫還沒說 如果他要發展外情線 就一定不可以親妹了 只要親妹才發展外情線 不是吧 沒搞錯 人家那邊剛才拿窮妹東西出來買 怕創方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找 故事那裡 其實女主角為了找他爸爸的 其實這套是尋找手腳的故事 尋親故事 挺溫馨的 尋找手腳的故事 這件事沒有用 每人發一件是弄不到一件 那他這裡的設定裏面 一件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說 我有一件我不會給你 不然一個就保持著大家 那就不會合起來 不是 他令我想起手腳腳 今天一個六角穿事件 每人一件 其實是為了 大家都是共犯 聽著大家共犯 不要出去 全世界都知道 這樣 不然 知道他們殺了波士 但他們不知道他失為手 但你要明白就是這個白英雄之一 這位 這位 領主 領主 都是有點 傻傻的 他明知道 那些人來就是為了拿那件 跟著他就任由另外兩個人 他就說 這間屋的東西我沒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 他依然都被人偷了 他只是知道的就是這間屋的東西 但如果其他東西他就不會知道 但那件東西和所有的裝置都是在他的屋裡 他太自熟 他以為那個魔法陣保持著安全 但以前來是破魔法陣的專家 敢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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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其實他是傻的 應該是手在一個洞就行了 你收在一個保密前就搞定 你不出房就沒事 那你不要睡覺 他沒有睡覺 他就是起床 其實不關睡覺的 他整間屋都是他身體的一部份 等於用那個效果 你有一隻烏鷹飛藥 你的嘴巴在睡覺 你應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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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阿卡尼和 他去到哪裏的位置 領主是心知肚明的 當你去到他的境界 說這裏就是我的收藏地點 你無論如何都不會跟他 主角在玩遊戲 有點無謂 他像貓捉老鼠 玩蟑螂 我覺得你捕捉那麼多 就發現 優遷不了兩個人 這也會有問題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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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卡 太過自信了 自信太低 不是自信 他只會有一個名字 那他有八個單挑 拉斯坡 說明拉斯坡也是廢的 他難得多 可能是在這裏 之前的鞋子比他更厲害 不過 總之你看平衡來說 主角其實 他沒有一些很外掛式的能力 很突出的能力 他靠地形或機關陷阱 就是這樣 如他自己所說 他是一個戰鬥專家 只是一個 這件事更加奇怪 如果他是自認的戰鬥專家 當然他沒有理由 遇到獨角獸 就說自己死了 對 你也明白 清衡自己的力量 覺得哪個角色打贏 哪個角色打不贏 這也是一個戰鬥技巧 你知道嗎 他知道自己 這類型的對手 因為其實 他講到獨角獸 其實他講到這件事 他講到無論怎樣走 都走不出 因為他會追死你 他很熟知戰鬥 那個特性 當然作為一個戰士不奮鬥 然後就說自己是死死死硬 這件事固然是有少少問題 那他不會常常說他抬肺了 最終就是拿到這個遺體之後 然後機關的人就出現了 其實那一節我覺得 是最好看的那一節 我覺得那一節很愚蠢 那一節 那一節裏面 那一節裏面 當主角引開了機關的人 然後機關的人包圍他之後 跟主角講了那一段說話 我覺得是這套東西最好看的一節 那一節裏面 為什麼呢 那個大力士和主角打的時候 那個空間感很棒 他用得很厲害 那個劍士打那一節 因為其實一個是重劍 一個是雙刀 輕巧對威力 但是其實劍士的劍術都很好 其實那個作畫表現 都很好 那一個劍術 那一節裏面 那一節裏面 就算是合格的 我們平時打氣 我當然最喜歡的是 機關裏面 其中那位首領 鑄擊部隊的金髮那位首領 和主角說 你知不知道你拿著這件東西 是什麼 然後跟他說了一大抽的東西 他說這個就是魔王王皇帝的殘肢 他有很強烈的魔法 然後說 你如果將這些東西交給 一開始就知道 主角是一個破亂師 然後他們都知道 破亂師就是 一班戰鬥專家 然後又說 你難道想看到這個世界 載著是不是戰火之中 然後我第一個問題就說 你都知道他是一個戰鬥主角 然後主角回答了一句 我覺得是 這個 我真的覺得 完全是正都不正 我說 我是一個戰鬥專家 現在這樣的和平世代 我找不到錢 你問我是否希望戰亂 我告訴你 我很想要戰亂 我要做這份工作 我要製教練 我要戰亂 你不打仗 你不打仗 我家製教我家製生米 沒有東西做 我覺得就是 問那個人 這個問那個人有問題 但是答那個人 主角 我覺得是 我完全找不到理由 去評論你這句話 整件事就是 你問阿拉登 你知不知道你拿著那個核彈箱 是可以殺到一千上萬的美國人 我就是要殺到一千上萬的美國人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核彈箱 正合我的意見 我覺得 我是看 我什麼 很多東西都不太記得 但我是很記得這一句 真的 大哥 他問到這件事 就是 還在之前殺後介紹 你這些破亂師 戰鬥之後 已經是沒有你們 破亂師是一個叫做什麼 除了戰爭之外 他們是沒有生存的價值 然後你問這個破亂師 吳空靈不想和平 我真的想和平 我真的不想和平 你都會說 打完之後沒有東西 現在他一打仗 有機會會打仗 YES 所以很明顯 在政府方 和白英雄裡面 他們的智商有些問題 一個 一個告訴你 這個大宅 就跟我的身體一樣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 你的身體 他只不過是形容 那句 不是 應該真的 真的 他可以操控他這裡面 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但是 你會被人偷了你裡面的東西 接著 你去說服一個破亂師 其實你應該跟他說 難道你不希望和平 不是 既然現在沒有他的功能 我們給你一個崗位 就是戰鬥的崗位 你不會不滿意 老實說 你如果這樣說 諸葛都會不會說 爆爆三餐 你應該說 不如你入圍 加入我們做維持和平部隊 也有要給你打算 對 你問一個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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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這輩子抓進去 是會助手很多人家 我就是想做人 我覺得這一段裡面 是三集裡面 我覺得最精彩的環節 我看到這一節 我開始想 主角究竟會怎樣回答他 主角好像有點猶疑 對 又好像說 其實他是不是一個 都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 但原來他回答這句 主角是一個沒什麼正義感的人 其實 有正義感都要賺錢 對 每天爹說他沒有用 沒有失色 都說了一句 如果你包我三餐的時候 和平都可以考慮 所以我將會說 他是問錯了問題 沒有錯 最後跟著 跟這個 加以卡 就搭上了 找這個 因為 加以卡就說 戰戀的東西包不包 不過我包三餐 有錢 有錢 接受了他的委託 那些錢都哪裡來 都很迷 或者是複製魔法 做出來 不要管 總之他很有錢 那主角就是什麼 主角我需要錢 即是無懈 就踏上了這個旅途 第三集裡面 其實最主要 其實是 都很隨便 其實 他講了一點點 就是 政府建齋之後 可能有一部分 迫力去重建 現在剩下 可能政府內部矛盾 所以追擊主角的人 其實金毛那隊 就是 不夠人 總之現在不夠人 不是 是救人的 他說不派他 就是特地開玩笑 你知道我看到這裡 我想起一套作品 DT 又要被人爆彈 大哥 真的很有那個感覺 那隊這樣的機關部隊 他給我那個代入感 真的有一點點像 怎樣 就是要給人打子彈 你不覺嗎 你不覺嗎 暫時還沒有塞平衡 你不用怕 不知道當然 他也都 很重要 他不是神谷配 應該爆彈的機會 就是這樣一倍 DT用一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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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什麼 講笑而已 我只是那個感覺 那個追逐的感覺 是給我 有那個 突然之間 我想起DT那一套 我想起 但這裡也打出一個問題 就是要考慮一個問題 其實家里卡 是不是真的皇帝的女 他有留了 就是 叫了第三代裡面 就說 皇帝應該是沒有子女的 那究竟 家里卡是什麼人 因為戰後很多人 沒有認為自己是皇帝的女 可能做不到什麼 所以就懷疑 大家都懷疑 是不是真的有一幫人存在 所以對他來說 對政府高層來說 一年十幾下個冒刑 大哥我每次都派兵 你真的浪費我錢 既然有個特務機關 就說 你們自己搞定他 可能這個只不過是 勁少少的假務者 你們不是搞不定 所以我不會派兵力下來 那個感覺都合理的 其實是 當然你說 你都要順理成競爭之外 這對特務機關不行了 我都要派幾個高手 高手高高手去搞定他們 這是之後的事 這是之後的事 當然 主角其實都很簡單 找八英雄就是什麼 去過城鎮裡面 說 領主住在哪 其實就是彈跳 在酒館裡面 很正常 酒館裡面是收集成本 這是RPG的必然定律 在酒館裡面 都問到最基本的情報 而且還要告訴你 這裏 交通工具 當然阿嘉妮說 我找到一些交通工具 因為買不到車 買不到車 然後就 那幾件交通工具 我覺得真的 放在那裏 等著過去拿 不是 是情報師傅 他有個角色帶出來 從情報師那裏 他又不太有 講到情報師的背景資料 暫時 可能 情報師跟他講之前 已經找一個車放在那裏 讓他們去的 你不知道情報師是黑還是白 是不是 有這樣的可能性 其實真的 當然 你說情報師 很迷的 暫時 暫時 都不知道 又會突然消殺 不知道掌握了什麼技術 反而你說這套東西 即是花龍賴 暫時 應該有七集打領主 八個英雄要打八集 第一個集打了 七集 不夠 可能 一集要去找 然後打一集 七個都要十四集 一集已經找 文資料 找 第三集 才打 兩集才搞定 對 兩集才搞定 一季打八個 不是說不定有些好事 可能原主還沒有打 說不定有些好事 這三個被人打了 我們五個是否要聯手 那就兩個兩個來 暫時來說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我感覺就是 你說 若然主角沒有什麼威能 其實我有些興趣 主角擔當的光碍是什麼 第三 主角不懂魔法 駕駛只有 男主角的興奮 他們不會駕駛 因為要魔力 對 魯莉莎 其實我真的很懷疑 他真的會駕駛 他真的會駕駛 他有魔力 可以駕駛 他是油箱 他那種這樣的技術 他有 不重要 但是我會比較著重 在戰鬥方面 因為其實他已經說到 就是主角 通常就是主角 很有能力才會被女主角看得上眼 上衆了 上衆了 去幫他 雙夫教旨 去拋頭顱耍熱血 但這傢伙明顯 只不過是一個 我想最多是 最多是中上級數的角色 他算是用一些技巧 或是腦去補足 如果反而他這樣的話 我會有些期待他之後的戰鬥 還有一個特點 你要看到 他的妹妹 就算了 因為他拿著一把彩 就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你看到 男主角 他其實用雙刀 那把雙刀是有鋼絲的 所以你看到 他對八英雄那一戰 他也是有些弄陷阱 同樣到 其實他們第三站馬車 其實也看到 其實也看到 他保護自己的基地的時候 他三個各自做這些 又是設定陷阱 所以其實 他除了短劍 還有陷阱戰 也有些體態 所以那些未必是陷阱 應該是 警報器 警報器 現在他防禦當然 但他真的和別人打 他都會用一些鋼絲 反之 這裡就是要看 主角又可以怎樣利用場景 去創造有利的戰鬥場 或者利用他自己擅長的東西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現在擔當的崗位 都已經齊了 很明顯 主角 就是一個 最前面打的 他是一個拖延時間的角色 不要這樣說 他不是拖 把前面打一個 我沒見過 我坦拿了雙刀 你不要理 你不要理 你屠龍 你沒見過雙刀嗎 但他一定不是做太陽角色 對 人家開鐵血 人家就是鬼神亂舞 一輸就被人打走了 但我不見誰開鬼神亂舞 被一隻龍一打 他不會走 對 那你又說坦 沒有坦 名義是坦 但坦不坦到 還是那一回事 不要理 這個問題 沒有什麼的SAO都可以叫人 不要理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最主要的 監當都是阿加伊卡 一招毀滅你 他應該是炮手 那些是後面坐一炮 隨著時間坐一炮就轟 那些從來炮手都是主日輸出來 而我想阿加伊他應該是 互衛形式 他應該是支援形式 坦炮手 支援形式 即是他哥需要什麼時候 他就會做什麼 所以暫時都有戰鬥 但我比較想知道 日後主角是怎樣的戰鬥 老實說 其實我反而想知道 他那個官裡面這麼多樣東西 暫時只是用那把長槍 他不是砌一把長槍出來嗎 是啊 那把槍要砌的 整把都是 要砌出來的 砌出來的 所以整把就是一把槍 他不會像信像之槍一樣 突然之間可以砌到幾把槍出來 應該就沒有 看來就沒有 說不定那些是Lego 有不同砌法 但是暫時是中規中矩 但是他找那個八英雄搜集 那些手腳腳又不知道會不會 始終還沒有帶到核心 究竟主線 現在的主線就是去找這些遺體 但是你找到遺體之後 是不是可以達成你三個願望呢 這件事就不清楚 還有做些什麼 三個願望 沒有這樣說 神龍嗎 神龍不是只有一個 魔童你不要死 神龍還是南美星才有三個願望 暫時就叫做 通夜是合理的 尤其是主角的定位 我覺得當然是合理到不行 簡直是天時地地 完全配合 一個故事環境的主角 其實是在地的 會是戰略而生的主角 沒錯 那我們再研究一下 我們去下一集